明年风波继续发酵 雪州大臣阿兹敏今天再次强调 明年还存在 要大家不要过度诠释 公正党主席旺杰在文告中所指的 明年无法正常运作的说法 另外雪州政府也不会开除一党行政人员 另外公正党领袖们也表示 明年在中央阶层的合作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是在州政府的阶层 三党将以三党执政联盟的形式 合作到下届大选为止 以尊重人民的委托 而雪州一党也表示 将照常工作不会辞去职务 至于行动党方面 则打算尽快会见阿兹敏 以商讨以及解决雪州政权的问题 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 今天在国会再度公布一个惊人的数字 表示截至2014年底 政府基于法定机构和政府公司的债务担保 高达了1721令吉 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.7% 而这些担保大多数是帮助实施 基本建设项目的公共机构 例如国家基建基金和国家基建公司 另外截至今年3月 大马国债达5968亿令吉 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1% 来看下一则新闻 柔佛州王盛成员近日先后 在社交媒体贴文捍卫王室的权益 继王储东孤伊斯迈和旅游部长纳兹里 隔空展开纯箱舍战之后 一张找钱由二王子张贴在社交媒体 之后因为引发争议而被移除的截图 昨天也被重新张贴 这张截图的内容是 柔佛州首任书单签署的联合邦协议 称柔佛州是拥有独立及主权的州属 一旦违反条款 柔佛州可以退出马来亚 有关截图重新张贴不到一天 便吸引了4000多人按赞 以及200多名各族的网民留言 多数的网民一面倒支持二王子 有网民甚至询问是否可以迁入柔佛州 来看策则新闻 大马一收运载了大约6000公吨LON95汽油的油草船 上个星期四在海上失踪 那这艘船事隔8天之后 今天终于在柬埔寨的海域被巡获 不过船名和编号都已经被劫匪改头换灭 目前船上的22名船员安然无恙 大马皇家海军正在与劫匪谈判 以便释放所有的船员 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